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碎片集 5月14 感谢Procreate团队能让我提前体验到最新版的软件 所以在本期的视频中 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5X有哪些新功能和新体验 老规矩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把知识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就开始吧 分锁滤镜应该是这个版本最核心的功能之一 简单的来说就是可以利用Apple Pencil作为画笔来处理图像的特效 所有的调整都是可以通过图层和Pencil两个选项来进行选择的 例如我选择高丝模糊 这时候我画过的部分就会被模糊掉 相较于之前只能使用图层 这时候就会便利很多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指来进行这个参数的增加或者减少 接着我们来试一试故障艺术 同样我们选择Pencil模式 这样我就可以通过Pencil的笔记来调整我想要调整的地方了 这被映射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很想在软件里面体验到的功能之一 这里给不太了解这个功能的同学科普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首先将图片变成黑白 然后以明度作为标准 将整个画面分为暗部中间调和高光 接着通过你选择的颜色 将画面中的暗部中间调和高光区域进行智能上色 我们点击方框右上角的加号 就可以进入渐变映射的颜色选择了 这个渐变条从左至右分别代表画面中的暗部中间调和高光区域 例如我现在将暗部赋于红色 将高光赋于蓝色 这样画面就会通过我选择的颜色进行呈现 同样的这个功能也是可以通过Pencil模式来进行绘制的 我们选择Pencil模式 然后选择一个边缘比较柔软的画笔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画笔来调整画面中我想要映射的部分了 在前面的功能介绍里 大家也能看到调整功能里面多了很多全新的滤镜 现在就带着大家依次来体验一下 首先是泛光 简单来说就是将画面中的高光区域进行一个光源的溢出效果 同时下方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我们依次来调整的试一下 第二个是故障艺术 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效果 这次可以通过软件自带的滤镜进行添加 也是挺让人惊喜的 我们可以在下方看到有四个标签 依次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参数对画面会有什么调整吧 接着是第二个波浪 然后是第三个信号 以及最后一个发散 然后是第三个 半色调 这个功能其实通过网点的大小或者疏密来表现画面中的阶调 是一种已经诞生了一百多年的表现形式 现在在复古插画的范畴里面经常见到这种表现形式 它也会有三个不同的标签 分别是全色 丝印和报纸 最后一个是色相差 这个可以简单的理解为RGB分离 也是赛博弘格风格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现在Procreate终于可以支持小窗参考图像了 我们可以点击操作 然后选择画布 打开参考后 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缩略图了 同时这个浮窗也支持任意的拖动 放大或者缩小 特别的方便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标签图像 这个标签是可以通过相册或者文件来导入自己想要参考的画面 同样也是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暂时只支持一张图片的导入 希望今后能支持多图导入 如果大家有手动吸色创建色卡的经历 就会觉得添加色卡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 但有了这次的更新体验上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点击调色版的加号 可以发现有四个不同的选项 我们先来试试从照片中创建 当我选择好照片之后 软件就会通过照片中的色彩自动生成一个色版 但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画面中颜色比较少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体验从相机中形建 点击之后竟会进入相机的app 点击拍摄 就会像之前一样自动生成一个色版 最后Procreate也支持Adobe的ACO和ASE格式的调色版 进行直接导入 为了调整的精准度 这次Procreate专门对变换工具进行了重新设计 点击变换工具之后 就可以看到标签下面多了一个对齐的按钮 在打开对齐开关之后 画面终于可以进行垂直和水平的居中对齐了 如果我们调整距离的数值 画面就会在相应的距离下进行自动的吸附对齐 点击锚点之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值的输入来进行更精确的调整 在过去的版本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将选区中进行填色 通常我们使用的都是ColorDrop 在5X中我们可以直接选择颜色填充功能 这时候我们任意选择颜色 选区内的颜色就会跟着变化 iPadOS 14发布之后带来了新功能随手写 在Procreate中也可以体验这个功能 例如我们直接涂掉文本框中的文字 文字就会直接被删除 接着我们试试手写 写完之后它就会自动识变成文字 输入在文本框之中 关于随手写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更新iPadOS之后 跟随系统的教程来进行学习 在这次5X的更新下 速选菜单终于支持多个数量的配置了 我们点击中间这个按钮 接着点击加号 就可以创建多个数量的菜单了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不同的创业流程 将这些功能依次的填到速选菜单中 最后一个功能是模糊画笔 在七笔的分组下 我们可以找到混色画笔 它可以与底部的颜色进行混合 特别的适合在后途中使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三连加关注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